我不知道部長知不知道 其實有很多年輕人 他其實不願意從軍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離開了軍隊以後 他找下一份工作 他會不會走上這條路以後 接下來他的人生會更加的辛苦 同位好 這個 很多我們軍職的人員 那退伍以後的這個狀況 1991年的波灣戰爭的時候 我們其實看到這個 美軍的後勤的司令 其實其中一位中將 那他其實為了這個物流的管理 那設計了整個條碼的系統 那這個打完仗以後 退以後 他其實就到了一個很知名的百貨公司 去當副總了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 其實軍事相關的物流管理的經驗 他其實就成為下一段質疑的累積 那我們今天在討論到 是這個軍職轉換的問題 其實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軍校的學生 他們從15歲 18歲進入軍隊裡面 過去的想法是 他其實退伍就退休了 好 那但是我們都很清楚 知道現在狀況可能不是這樣 我想給部長看一下 這是我們從退伍會這邊 拿到的統計的資料 在近三年的退伍人員裡面 第一類的平均的人員 退伍時間是41歲 那第二類的官兵呢 占63.7% 他其實平均退伍的年齡是26歲 所以很明顯大家知道 其實這個軍職只是他職涯的第一站 絕對不會是中站喔 我知道現在國防部花很多力氣 在思考怎麼再去做招募喔 其實這次 不管執政黨也好 在來黨也好 大家都給很多的壓力喔 但我不知道部長知不知道 其實有很多年輕人 他其實不願意從軍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會想到的 不是只是報效國家這一段 他想到的事情是 如果他離開了軍隊以後 他找下一份工作 如果都會是覺得 從零開始的話 那沒有什麼重要的累積的話 他就會開始思考 那我到底要不要去 參與我們國軍的招募 或者這個對他來講 代價會不會太大 他會不會走上這條路以後 接下來他的人生會更加的辛苦 所以部長 其實我們把軍職的這個轉職 能夠做好最大的受益者 我在經過這一番了解以後 我發現最大的受益者 不是退府會 其實是國防部 部長同不同意 是 這個在他軍力的生涯過程當中 他預計他要退伍的時候 他如果能夠做好他這個 跟民間他的職業 這樣做一個好的一個轉換 這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是非常認同 部長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之前的經驗 其實我們在2022年的時候 當時在國防部內部 其實就做過一次 軍民職業的對照 那當時這個軍民職業的對照 他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 這個職業別的對照 看一下螢幕上面 他大概就把我們空軍的飛行員 他大概就說 你可以轉職去開民航機 軍卡的駕駛 那大概就說你可以轉民間卡車的執照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比方說我們野戰部隊裝甲兵 就沒有對應的民間的職業了 這是那時候我們發生的狀況 所以當時這740是像軍隊的職務裡面 只有少數可以直接對應的狀況下 其實當時這個計畫 最後是失敗告終的 所以部長我現在談的 不是簡單的職業的對照 是我們能不能參考其他部會 這我也問過退府會 比方說在勞動部裡面 他其實花了很大的力氣 去找各個包括一些專家學者 來針對他們職能內涵的轉換 來拆分舉例來說 他把它拆成幾個層次 在主要職責上工作任務上 跟這些工作任務背後需要什麼知識 技能 來做一個這樣子一個完整的對照表 我們現在看到不只在勞動部 包括在經濟部教育部 其實都有這樣子 比較用科學的解析的模式 去細分你工作的 這個內涵的職能的部分 目前我們看到其實坦白說 好像所有需求的部會裡面 只有國防部 還沒有建立這個職能基準的 這樣子對照的分析 再加上 大家都知道其實軍隊 其實比別的部會來的封閉的 所以其他的民間公司很難想像 我們這裡面一些官科 到底是在做什麼 我們這邊舉個例子 如果你是一個裝甲 這個裝甲營的營長 一個中小企業的老闆 他看到你的履歷上面寫 戰車營營長 他在想的事情是說 我們又沒有坦克車 所以你到我們這邊要做什麼 可是如果今天國防部 可以協助他們把這個職能的內涵 來給分析清楚的話 你大概就知道說其實一個營長 他要管400多人的生活 演訓的任務 甚至這個我們很多的戰車的維修調度 這裡面包括很多重要的職能 可能有領導力 可能有運輸管理 可能有人資 可能有倉儲管理 如果這樣子的專長跟專業一個人 在一個營長上面都可以有的時候 他如果我們國防部可以把這些 所有的職能都分析出來 寫在他的履歷來說的話 我們相信他下一階段的職能轉換 很多企業的老闆就會完全看出 不同的這個人背後的潛力 甚至聘用的這個吸引力 就會完全的不同 部長你同意嗎 是 我同意 但是這個工作到目前為止 其實大家談得很久 其他部會都做了 但我們現在看到 反而是我們國防部跟退伏會 還沒做 所以大概在一個多月前 我其實也問過退伏會 退伏會說 目前那個閻德發主委 他是跟我說 他們願意來做 那甚至他們說 他們願意出錢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 再問一次顧部長 因為我們很清楚知道 就算今天退伏會出錢 可是大部分的人力資源資料 抱歉 還是是在國防部的手上 所以國防部 在這個事情上面是什麼態度 我認為就是非常非常關鍵 甚至我都認為 比退伏會更關鍵 所以部長你覺得這些下面的工作 你有沒有打算 往這個方向來推動或怎麼推動 有 事實上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看到那個 退伏會來這裡的時候就有提到說 好像大院有希望他們提出一些方案出來 是我是六月初的時候先問了他們 對那我當時就跟顏主委 我有跟他講 我就說國防部應該要跟退伏會來合作 來做好這些事情 所以我事實上也了解我們現行的這個做法 是沒有辦法達到這個崗委員的這個期待 所以我現在會來積極的來建立這樣子 你剛剛講的這個職能轉換 他這個相關的這些不是那麼簡單的講 就是說你的戰車營運長 然後就對照到民間的這一個 關聯的專長這樣子的部分 應該是從他職涯的歷練上來看 包括他後面的職能 職能 你能夠把他的職能給分析出來 對那不涉及機密的這個情況之下 那我們如何來做好這部分的工作這樣 部長我要提醒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龐大的工程 尤其是你們涉及到的軍種 跟你們涉及到的很多不同的工作崗位上面 是有很多不同的職能 我們今天在這邊談這件事 也不是希望大家草草的做 以我們看到勞動部 或者是教育部來說的話 他們做這個盤點的工作 是做了數年的工作 也不是一觸可擊就完成達成的事情 他們確實是這樣 所以今天如果部長 願意往這個地方開始 我當然我覺得要給予很大的肯定 可是我是希望說 有沒有可能我們其實有一個節奏 甚至是有一些單位 有些優先 比方說我們來看 2023年新退的官兵 大概1萬5千人裡面 這個布泡莊的戰鬥官科裡面占 5600 其實占了大概37% 將近40% 而且這一群人 確實是在我們很多轉職上面 最困難的是這一群人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有些優先順 比方說以他們 來做最優先 來去做思考跟規劃 那我覺得這部分 有一個優先順序的節奏 因為不然你會非常非常的龐雜 我覺得這部分也是希望國防部 可以拉出一個優先順序的規劃出來 這應該沒有問題吧 對 委員指導出這一個部分 我們到現在為止做連結之間的一個落點的這個地方 就布泡莊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背後的職能知識跟他的經驗的累積是什麼 這件事情我們要好好來檢討 然後來跟民間質疑做銜接 部長我有聽出你願意往這方上去 可是我有幾件事情我想要 我可不可以請你在一個月內跟退府會 你們可以討論一個你們在這個 這麼大的計畫裡面你們的分工關係是什麼 那一個月讓我們知道送到這個外交國防委員會 讓我們知道你們的分工關係 這裡面你們的協同關係是什麼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也希望說是不是可以每三個月 來跟我們立法院來報告一次 你們這事情的進度 書面的好不好 我來跟退伍會好好討論一下 因為我事實上對這件事情是很重 所以我才會跟嚴主委有講 當然我退伍會是能不能夠跟廣播在這個部分做配合 未來我們就三個月排一次專報他就會來了 我們要這麼暴力嗎 我覺得可以書面 但是我希望你一個月先讓我們知道 你們跟退伍會的分工關係 相對應的你在這裡面分工的一些報告 可以先讓我們這個外交國防委員先知道 這應該沒有問題吧 好 我來努力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紅三位委員 部長請回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